來到VBA workshop的第五節 我們之前已經講過一些比較簡單的 銜數怎樣寫 來到這一部份 我們開始做一些複雜一點的事情 我們就會將 Black Shores Formula 這條在財務學的很常見的一條方程 我們會將它寫成一條Excel的銜數 一個Excel Function 可以讓我們有需要用的時候可以用 如果大家沒有讀過Financial Economics 可能就未必知道什麼是Black Shores Formula 我們就簡單講解一下 Black Shores Formula 是一條用來估算期權價值的銜數 Options 這個Black Shores Formula 它就要有背後一定的假設 如果你在這些假設之下 它就有一條公式可以告訴你 一個期權的價值是多少 如果大家連期權都不知道是什麼 可以Options 大家可以上網找找 簡單來說就是 期權是給你一個權利去買或者賣一隻股票 所以當你在這裡買一個期權的時候 你買一個期權的時候 你買的一個權利 你買的一個權利 那期權呢 可以分買和買 給你一個權利去買一隻股票的 叫做Call Options 那這種權利是有價值的 因為譬如你估計這隻股票會是往後的日子會繼續升上去的價值 那這一刻你如果買了一個權利 買了一個權利去用一個特定的價錢買 譬如你覺得股價會升到180元 你現在買了一個權利是170元就可以買的 那當它真的升到180元的時候 那你就可以從中摘弱使用的權利 而從中賺取一個差價 那這個權利有幾個用途 第一就是 你買這個權利便宜過你買這隻股票本身的 因為你買的自己是一個權利 不是這隻股票 那所以呢 有些人會用這個期權來做一個槓桿 那你可以用較少的價錢去賺取更多的回報 那當然啦 你這樣做的時候相應的風險都會高 另一個用途就是用來做這個對沖 那你譬如你持有的股票 那你又想減低你的風險 那你可以選擇去購買的一些期權 去幫你平衡你拿著一些股票的風險 那這些有關期權的功用和特性 那如果大家有同學有興趣 可以去收讀這個財務經濟學 或者是直接有關衍生工具的課程 那我們這裏只不過會用了這條方程式 然後呢 將它寫成一個Excel的函數功能 那這裏就有一些Black Source Formula的背景 那Black Source Formula是適用於一隻叫做歐式的歐式的期權 那另外一種很常見的就是美式的期權 那就不一樣的 那這個就是歐洲 歐洲式的期權 那歐洲式的期權的特色就是 你未到行駛日是不能用的 這個它的特色 那雖然你不可以行駛那隻期權 但是你可以將其權賣給另一個人的 那所以不是說你未到行駛日就不可以賺到錢 因為你如果你的期權本身的價值上升了 你可以賣給其他人的 那所以歐洲式的期權 那它會在經濟學上很常見的假設 包括你可以無限量借錢 無限量借給別人 借出借入可以在一個特定的 沒有風險的息率下進行的 那它會假設股價就是 Brownian Motion 就是隨機的 它假設是隨機 那它假設的股票是沒有派息的 那股票就是 它就是perfectly divisible 即是那些卷可以拆到幾散有幾散 那這一點就在香港裏面可能就 不是這樣了 因為香港不單止你不能逐股賣 甚至你在香港是要一個個lot地買的 那這裏的假設是你的股票不單止可以逐股賣 甚至可以半股 四分一股賣的 那這裏沒有沽空限制 那這個又是香港裏面就有沽空限制 那所以這個假設在香港也未必適用 那最後就是沒有交易費用 那這個就 那當然現實中的交易就會有交易費用 不過視乎你的交易金額的交易費用 可能佔你的本金一個比較少的部分 那這些假設其實最主要 大家要讀經濟學都知道的了 這些理論模型的假設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這樣 令你數學會簡單很多 另一個原因就是因為這樣可以把它簡化 讓我們知道集中是 如果在這些假設之下發生的事是一樣的 而你現實中看到發生的事是另一樣的 那可能你就會去思考一下到底有什麼分別了 那無論如何 這個模型是做了很多假設的 那我們就當假設是真的 那如果是這樣呢 Black Shorts Formula 就說 你那隻 旗權 你那隻旗權 那它是說的是call option 是一個賣 又給你一個權利去特定價錢買那隻股票的權利 那這個call option 的價值 就會等於 這裡我見到有一條色 C等於什麼什麼什麼 那實際上的細節 其實我們就不會說了 因為數學比較複雜的 那如果你有興趣知道 它怎樣可以 計算到Black Shorts Formula出來 即是你背後怎樣證明這條 Formula 根據以上假設就會成立 那你可以去找一本 而可能是碩士課程 級數的 財務經濟學的課本 那你就會有些證明 去證明它這個是真的成立的 好了 所以我們只不過呢 我只會跟著這幾行的方程式 這幾行的方程式 去把它打載入Excel 打載入Excel 那我們就希望 我們可以以後 是有一個我們自己的Custom Function 我們有自訂的鹹數 可以來使用 我們可以把這個 一個期權定價 你看到這條方程式 它需要的資料 這些是你提供的資料 就有以下六樣的 包括這個 Excel 這個現在的股票的股價 E Excise Price 或者Strike Price 就是那個 權利的行使價 那個 Time to Actuary 還有多久才到期 這個是以一年之中的法分比例定義的 譬如你一年有365天 如果你還有36天 那你暫的基本上是一成 那你一定要留意 就是一年雖然有365天 但是交易的日數不會有這麼多天 因為有假期 還有週末 所以這個方面 你就要考慮一下 以你對這個股市走勢的理解 可能你的調節就 Fraction of a year 就未必是除365的 那我們今天 簡化是這件 我就會除365天 還有下面的RF 是這個Log of 1 plus annual risk-free rate 這個就代表了那個N 這個沒有風險的回報 N就是Cumulative Standard Normal Distribution 最後就是Sigma 就是這個股票的變化 就是這個量度的風險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看到Standard Diversion of Log of 1 plus annual return on stock 兩個回報都是取得了 不過因為通常股票回報 或者沒有風險的資產回報 一年可能是幾% 當數值是幾%那麼小的時候 你取得不取得的影響不是很大 所以你見到坊間有不少的Black Shorts formula 都未必會取得的 可能直接用1 plus annual risk rerate 然後就由1 plus annual return of stock做就算了 計算出來的結果其實都是很接近的 所以關係不太大 這個就是這條 formula 大家其實上網Google都會找到這些 formula 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根據這條 formula 是Excel到,打一次 好,那我現在就開了Excel Excel就正常去Developer tab 按Facial Basic 開了一個IDE 那為了方便起見我就會左右列出 讓我們容易自己看得到會發生什麼事 好,那我就 我們現在調教一下那個顯示範圍 希望我盡量可以顯示好兩邊的東西 好,就這樣了 好,那我就 開過新的module 我們之前已經說過了,開過新的module 好,如果這樣呢 我們現在就寫了 那我就正常,就像之前說過了 我又用option explicit 那就是我所有的變數呢 我都要去預先宣告說可以用才可以用的 現在我們就開始打了 Function Black Shores 這個就是我們那個 銜數的名字,叫Black Shores 好,那跟著,剛才說過了 你要提供的資料呢 是有六樣的 六樣的 那我們這六樣呢 我們現在就 打進去 嗯 好,首先 S 是Current Stock Price 那我們S 那我們之前有E 跟著就T 那個RF 那個Cumulative Standard Normal Distribution 這個方程式 我們就不用提供的 因為這個是 Excel內建會有的 我們就不用了 跟著那個股票的風險 那就是這個Sigma 那還有五樣 那還有一件要給的 就是我們這條方程式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在這個銜數裏面 可以幫我們計算 這個 Col Options 和 Put Options 的 價值 那 那因為呢 在這個 Black Shores Formula 裡面 原來呢 這個買的權利 和買的權利 是一個銀的兩面 那所以它們之間有特定關係 我們很容易 可以用同一條銜數 就計算了兩個價值 那所以呢 我們就會加到一個選項 就是給我們的用家 去說清楚 這個 它現在計算的是一個 Col Options 還是一個 Col Options 寫程式集團 最好呢 你就會寫清楚 這些 要輸入的數據 是什麼性質 那我們現在就什麼都沒有寫 我們會輸入的數據是什麼性質呢 那 那 價錢呢 價錢是可以有小數點的 那是數字 是小數點 我們就會是一個 Double 雙浮點 正確度的數字 總之就是小數 可以有小數點 好了 如果你開始打的時候 你發覺開始越來越長 你想換行 你會發覺是不行的 你換行 就要紅色 就是投訴 如果你說 其實原果應該是一行的 但是因為視角上的效果 你想清楚一點 你想換行 你要做的 就要打一個 Underscore 一間 打了就沒問題了 看到了 那我就可以換行 它不會投訴 我們就可以 隨意加tap space 讓我們清楚一點 那就打了 那下一個 E又是價錢 所以都是Double 來的一個數字 那 又是Underscore T 又這個是 T是一年的 裡面 的一個分數 那又是一個百分比 一個百分比來的 所以也是一個 有小數點的數字 那就是一樣 利率有小數點的數字 這個風險 也是一個有小數點的數字 風險也是一個有小數點的數字 那剩下最後一個 呢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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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我們要輸入的 那現在呢 就我們 就要 開始 跟我們的方程式打了 這個方程式 你可以 其實你是可以一句打完 C 什麼什麼什麼 你看到C 有分 又要 除了 C 方程式 還有 D1 還有D2 D1 D2 下面又列了D1 D2 可以一句打完 那你可能自己很難 會不容易看到 究竟發生什麼事 所以呢 我們就會分開 幾部分 根據我這裡 會有D1 和D2 另外呢 另外呢 就是 你看到我這裡 輸入的那些 那些 都沒有 所以我 也會 Take Lock 我會 Take Lock 好了 那我們現在呢 就會 開始 打那些 方程式 那我第一個 就好了 我們現在 首先說 有什麼Variable 我會用 Variables 好了 Dim 剛才說 我有D1 D2 那跟回我們 右邊看到的 D1 D2 那我還會有一個 是 我將那個 無風險利率 就要 TakeLock 那我就會有 Lock RF 那這個就是 無風險利率 那 那就這三個了 那我就 首先 無風險利率 會等於什麼呢 那就是 就是 Lock 沒有風險利率 那 就會是 Lock 那個 1 那個 用 那個 用 提供的 沒有風險利率 那就是 好了 大家可能要留意 如果沒有寫過程式 你看到 Log 你可能以為 這個 是Base 10 Lock 不是的 在寫程式裏面 Log 永遠都是 Natural Lock 其實Log Log 和Lon 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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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F 和 Sigma 二次方 二次方 就是用這個 Head 接著加上奧美德,還要釋上二次方,要除二 三個固戶,接著要成一年裏面的日數百分比 那就搞定這部份了 這部份你還沒搞定,看到下面還有一個固帽要除 我們就再加到固戶在外面,大家自己小心固戶 我們比較長,我為了容易看起件,你可能想換行是沒問題的 記住打個 underscore,就可以換行的了 你換行之後可以有些tapspace,可以去容易看些 除回有固戶,今次就是Sigma 日數佔一年的百分比 可以用這個,我們要這個,其實看到是二分一次方 其實即時開方,你可以這樣 不過通常這樣就不是一個很建議的做法 因為這樣,準確度和速度都沒有最快 如果編程軟件有一個內建的開方 建議你還是用內建的開方 在VBA裡面內建的開方就是這個SQR的函數 這個SQRT就是開方T 這個D1,D2,D2就等於D1減回 我們就要減回 SQRT就是這樣 其實就是這樣 其實呢 D1,D2都完成了 我們就有個 CALLOptions的價值 CALLOptions的價值 我們現在呢 就會想 將這個數值 其實可以給回用家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 C就是 我們要給回它的數值 所以我們直接打 黑數的名 黑數代表我們這個 是想給回這個數值 黑數等於S 接著我們要用這個 StandardNormal StandardNormal 的 Humulative Distribution 怎樣找呢 我們上次也說過 你想用內建的函數呢 你就要打一個很長很長的名字 就是 Application.Worksheet Function 好了 之後 在這個標準 這個StandardNormal 的 這條的Distribution 在XO就是 Norm S Disc 真的比較長 不要緊 我們繼續打下去 就是Norm S Disc 然後 這個方程式 就是要打D D1 這個是要Cumulative XO 裡面 NormS Disc 同時可以分別給你 Cumulative Distribution 還有 Probability Density Distribution 都可以 那麼 你要用哪個呢 就在最後這個數字裡選擇 如果你在這裡 後面打True 就會Cumulative Distribution 所以我們繼續打True 比較長 我打個Underscore 讓我可以換行 好了 那 我現在打完這部份之後 再給大家 看看整個 因為比較長 再減回 然後這裡就要 Exercise Price 乘以 好了 Ex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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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看到 是 Rf 乘以 Rf 乘以 Rf Rf 乘以 Rf 乘以 Rf D true 好了 那就搞定了 那 我讓我給大家看看 這個就是整個方程 如果有需要的話 你可以看看有沒有打錯 我這裡就弄光了 這裡就弄光了 好 那 這個呢 就OK了 這個就OK了 那 還有一件事要做 那 這裡呢 我剛才那份 那份 那份 如果你有一個 put option 可以給你一個特定價錢 賣 賣了股票的權利 那 你要怎樣計算呢 那 我這裡就加了最後一個部分 就是計算那個 首先 我們如果 我們記得 剛才我們上面有一個選項 一個選項 就是 最後一個選項 就是 你的用戶 告訴你 究竟 他是要計算 call option 還是put option 那 我們現在要計算 就是 之前 我們假設 預設就是call option 那 如果要put option 那 那 用家就要說 是 是 是 否定 所以我們要檢查一下 他是不是false 那麼 if is cores 是false 如果 是false 我們要做多些 如果是true 我們就停了 不再做 if 是call 是false 我們要做多些 這個就是 我們現在 如果他告訴你 是put的option 我們就要 另外再做些計算 就是call option 的價值 我們剛才 已經記住 這個 先計算 右邊 等於的右邊 再儲存 去等於的左邊 所以現在發生的事就是 我們剛才 blacksaws 已經計算了 call option 的價值 所以 我們就要再做些調整 調整就是 減回s 加回e 乘回exponential function of 負一 乘以 lock rf 再乘回t 這個就是 調整 如果大家去找教科書 或者上網都會看到 這個調整 這個就是 put option 的價值 相對於call option 就可以回答 enif 這個就是 代表了 這部分 就是 如果 itscore 等於 forse 如果 itscore 是true 這部分 已經做了之後 就會停 寫好了 方程 好了 那就 回到我們的 workbook 回到 我們的workbook 怎樣呢 這一刻 我們用數據來做一下 我們需要的數據就是 有 Current Price 就是S E Excel 就是 E 就 幫我轉 我就不打了 記住 這個是E 來的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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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volatility 就是 這個 Sigma 距離到 其實日數 佔一年的 百分比 沒有風險的 利率 還有 好了 最後計出來就是 Option Price 我們用什麼股票呢 我就會 我就會 用蘋果來做例子 蘋果公司 你可以上網找 如果你上網找 你可以找這個 Option Chain 你會找到 國標的 在美國 的 我選了 7月 我選了 7月 這裡 我選了 7月 這裡 給我決定買 這裡就寫出了 現在的數據 我就選中間大概第四隻 175 看看 蘋果價錢 蘋果現在的價錢 應該是 不知道為什麼 網頁 深深地 那就是185元 那我就 對 這部機器有點慢 不好意思 那就是185元 那我就185.11 好了 185.11 這個就是現在的價值 OK 這個就完成 好了 接著就 行使價 第四隻 第四隻 就是175 175 175 好了 那個風險 那個風險 就這個 我等一下再說 那先打完其他數據 六號到期 現在二號 即是還有四天 那我就剛才說過 為了簡單起見 我就四除三六五 其實是0.01 即是1% 無風險利率 通常呢 美國的做法 都是會用 這個 美國國庫債券 那我用 十年期債券 最近的利率 就是 2.85% 那你可以 如果大家有需要 去這個 找這個 US Department of Treasury 財政部 Daily Treasury Yield Curves 就可以了 那這個就根據 它最當刻的 拍賣結果來定的 0.085% 0.085% 即是0.0285% 好了 這些我們輸入的數據 就是這麼多 然後呢 就是這個 風險 風險 這個 就是 股票回報的風險 很明顯 未來回報風險 大家都是猜的 所以 你用什麼方法 去找到 未來回報的風險 你回報風險 你可以用過往的歷史紀錄 你計算以往的 風險是多少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 計算回報的 風險 變化有多大 這是一個方法 那 如果 你上網找 就要發覺 有什麼叫做 implied volatility 那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 很多時候 我們現在所做的事情 就是 我們會假設一個 我們會假設一個 0.2 我會假設它是0.2 我會假設它是0.2 我假設它是0.2 然後 我會計算其權的價值 但其實 很多時候 你會發覺 其實 人們用black source formula 是做相反的事情 他們想做的事情 就是 其實這個價錢 是根據市場的 所以很多時候 其實option price 你是上網看的 當刻 交易 你就知道那個交易界 所以其實option price 這個數字 是找到的 反而 black source formula 判斷 來算回 投資者的心目中 那個股票的風險 是多少 就這樣叫做 implied volatility 所以black source formula 很多時候 你知道市場的交易價格 根據整個債 根據你有的數據 算回 投資者心目中 覺得股票有幾大風險 來算上見的 不過我們這一刻 我們就 假設 那個 蘋果的風險 大概0.2 0.2 然後我們就會用這組數字來計算 我們就計算option price 就用我們的formula blackshaws 我看到已經在這 順序按回這些數字進去 C,這個是E 然後我記得我剛才打 好像先打了那個年期 然後就是那個無風險的回報 好,最後才是那個 最後才是那個股票的風險 那我就這幾個了 剛才說了,我們有個選擇就是 給一個用家去選擇是否一個 是否一個call option 是的 打完所有東西,按這個 打完之後按Enter 計算是10.16 10.16 好了,我們看一看 10.16 10.16 是不是正確 10.16 我們看看剛才這個蘋果 6號 6號呢 現在看到的價錢是10.5 其實都很接近 10.16和10.5 有些剛才說過 可能是一些投資者的風險評估 和我這裏的價值0.2有少許差距 所以就會導致有少許分別 但是看到了 這裏的Black Source Format 就給了一個評估了的股價 期權的價格 那麼 Format全條就是這裏 好了,臨完之前我講的一件事 就是有時候你可能想有些東西 是用Internet 就不用打的 可能你覺得預設 你就當作call option 不用一定次次打true course 是OK的 你可以有一個的預設選項 你可以打的 就等於你的預設選項 譬如是預設選項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